郑秀文 第六首尊业推介戚册十大 舍不得已 作曲監製林慕德 片词卢湘恩 天曲Robert Seng 回头最后我的最初 我 深沉迷迷活上迷惑 多得人命我 千千你怪我 令我走到片段两个 完全怪我要一时高分 完全是为着令人生更命 珍惜迷恋过你 感激迷恋过你 无奈到最后要回来 过去的心思记忆要困我的手 我却要挣扎你去 我舍不得已 无奈我要挣扎未来过你 包括疼痛的对爱 未够我多过精彩 我舍不得已 无奈我有我的未来愿意 找到心中最深刻的爱 永远不得更高分 全身我祝福你 完全怪我要一时高分 完全是为着令人生更命 珍惜迷恋爱过你 感激迷恋过你 无奈到最后要回来 过去的心思记忆要困我的手 我却要挣扎你去 我舍不得已 无奈我要挣扎未来过你 包括疼痛的对爱 未够我多过精彩 我舍不得已 无奈我有我的未来愿意 找到心中最深刻的爱 还不得已 全身我祝福你 再见了远去了 寻求未了远 爱过了放弃了 全是自己挑战 我的心想得已 我抚扎ほど 我ого本来 不会照样 尽虚 大霜 我 Antany 太伍不得已 无论我要充足未来过你 不过痛痛的远去爱 你救我多过精彩 我舍不得你 无论我有我的未来 走到心中最深刻的爱 永远不能改 全心爱 我舍不得你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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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接受这个奖学 恭喜你 恭喜你 好,舍不得你 《出楼街之行文》 要感谢谁呢 当然要多谢前辞 不是,前辞努商欣 作曲是林慕德 也要多谢商台 谢谢华纳唱片公司 也好多谢我舅唱片公司 一直来对我栽培 多谢 好了 又叫Sami 想来一首歌的题材 但又想收着发位 有三个话题 就不想你再写 又就是再唱 那三个题材 就是地下情 庆会情 还有电器用品 是多么好用 除了这三个不说 那有什么题材 我想说 对盲人的关怀 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我很切身经历过 就是 我有个粉丝是盲人 是 那我经过一段时间 跟他接触 才能体会到 其实盲人在平时生活上 或者他们面对将来 都有很多恐惧 或者是一些不安 或者是 其实我们 是忽略了这一件事 所以我很希望 你有写一首歌 是关于这一方面的题材 尤其是透过声音方面的接触 我想对于很多失明的朋友来说 在里面 如果得到一个正面的讯息 和鼓励的话 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是 还有祖静 其实罗文 也有收到作品 就是为这个非行的眼科医院 是售款的 是非常之有意义的 是 好 我们就看看 未来会不会有一首歌曲出现 我们自己再找这个填字人 和作曲人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 办法另外一个奖项 要有劳 郑秀文 和我们见调的 奖项就是 青春乐坛 窗作人大奖 好了 现在就要解释一下了 其实这个奖项 就是今年才是特设的 是 其实因为 当我们回顾过去 一年九五年的成绩的时候 有一件事 是非常之特别的 居然在这么多的歌手里面 有超过六十个单位的歌手 是包办曲 和词 他说 升了songwriter的数目 是上升得很厉害的 是的 我也希望在里面的日子里面 有更多歌手呢 除了是用他们 非常之独一无二的 歌唱技巧 演绎人的作品之外 更加可以 身体力行呢 对于这个世界上面 他们见到的事情 见到的人物 见到的一些感觉呢 是由他们的心里面出发呢 是唱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这个奖务呢 就是颁证给其中一位的solo artist 各人歌手 而在过往一年呢 他曾经主唱 作曲兼 又或者是 填词的一些作品 如果在我们的榜上面 在四个主要电台播放在最高的话呢 就会得到这个大奖 以及以后呢 都会继续用这个奖务来颁发的 好 立即 露凡 郑收文 和我们揭条 一九九年度戚车乐坛 唱作人大奖 得准者是 周华健 对不起